哈喽大家好 我是达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道流沙包 开始烤咸蛋黄360华氏度烤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烤完了 放在一边冷了之后再继续制作 把九十克的清水烧开 接下来把鱼椒粉倒入白糖这个碗里面 搅拌均匀 水开后开慢火把它倒进去 搅拌它融化 再开火 烧开 烧开后关火 把黄油倒进去 搅拌到黄油融化了 放在一边冷了之后 再继续 咸蛋黄现在完全冷了 把它打碎 打碎一点都没关系 搅拌均匀 搅碎后 把它倒出来 倒入玉米生粉 这种玉米生粉是素粉 是不能拿去做虾脚皮的 跟虾脚皮的玉米生粉是不同的 即适粉 一边搅拌 一边加入 刚才已经换凉的糖水 全部倒进去之后 完全搅拌 光滑 融化 就可以了 倒出来后 把保鲜膜封住 把它放入冰箱领厂 五个小时以后 再继续 这里最少有五个小时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一个剂子大概是30到33克左右 搓成圆形 全部搓好后 放入冰箱领餐备用 接下来来做今天的皮 把鲜奶倒进去 酱母 蛋白 白糖 低筋面粉 最后倒入抛打粉 把它稍微搅拌两下 开的慢挡 大概打20分钟左右 成团后 如果觉得面团丝 适量的加10克 到15克的面粉 如果觉得太硬了 适量的加5克 到10克的水 因为每一种的品牌的面粉 含水量都不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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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塵長條後 一個劑子大概45到50克 在中間按一下兩頭對折 非常簡單的 然後再按把它捲過來 一下兩下三下就可以了 把光滑那一面放在底下去 把四周圍按薄 放在中間按薄 今天的牛沙包有两种手法 看看你喜欢哪一种都可以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记帮我节目点个赞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下一期有新的节目 你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得到 也希望网友分享和转发 你身边的朋友一起看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大家 包好后把盖子盖上 放在冷水上面 饧一个半小时左右 现在差不多醒了一个半小时了 现在拿出来看一看 它表面上是有一点点湿湿的 因为下面有冷水 这样的比较好 开水 大火蒸七分钟 焖三分钟 直接就可以吃了 大家吃牛沙包的时候 最好翻过来吃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容易烫到手 女孩子吃 我倒不担心 好像我这样一个大男人 一咬就咬半个包 这样的话会飞到整个脸都是 吃牛沙包 一定要想起刚刚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缺东西 就对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